剛剛我們事實上有看了Photocab裡面很多功能對不對 好 大家再回來 那我們現在呢來看看 其實也可以雲端的喔 雲端就可以處理 那我們先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呢他是在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字叫內容感知 那這個內容感知事實上是在Photoshop CS5之後的一個功能 可是呢其實你現在在網站上就可以直接做了 那他的做法你看 123有沒有 就做完了 他要做什麼 有一個塔 塗了之後就沒有 很簡單吧 所以呢待會呢您可以到這個網站喔 就直接打這個網址 你看喔 我們直接到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webimpaint 可能老師稍微記一下 webimpaint.com 您進去之後 事實上他本身也有軟體的部分 那軟體部分是付費的 我們直接用他 網站的部分就可以了齁 好 這樣OK了吧 webimpaint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實際上做看看喔 好 我們到這邊齁 剛好跑掉了 好 進來之後呢你看只有三個步驟就完成了喔 好首先你把照片載進來 那 我們來試一下 像我們在桌面上 我們的 裡面呢練習圖檔 我用這個裡面的好了齁 好 這裡有個阿伯 打開很快的齁 來 縮小一下 有沒有看到阿伯坐在這裡 有時候你去一些觀光景點 你不能說 來來來清場清場 我要拍照了 你又不是VIP對不對 怎麼辦 回來再請他走就好了 或者有時候拍照的時候 欸那個不是跟他不太熟的 但是有人進來了 怎麼辦呢 你看喔齁 這裡 筆刷的大小 你最大最大可以調到50 有沒有 好 我現在就把阿伯塗一塗 我們現場不好意思跟他講 回來再跟他處理一下 你不用一筆畫完成喔 所以老師您可以 累了 就放開滑鼠 休息一下 好了 塗完了 就按下play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等他做完喔 他會開始做 那麼 這個地方呢 處理上 如果你塗的範圍越大 他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那再來其實不見得老師 一定要一次全部塗完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可能做一次不是很滿意 你可以做第二次做第三次 這個很要看照片 好要看照片的一個內容 那所以呢 很快的 阿伯就拜拜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樣叫內容感知啊 蛤 陰影 還有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可以再塗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什麼時候 拍照片也變3D的 我們拍照片明明只有2D的 那為什麼可以塗掉之後 他就會消失 因為 跟這個名詞有關係 內容感知 因為他會拿旁邊的 是來偵測旁邊的 所以這種處理方法最適合什麼 好 叫樹林 天空 草皮 有沒有 這些比較不容易分辨出來 或石頭 比較不容易分辨出來的 那如果你後面可能是什麼招牌啊 什麼那些 可能因為就很容易看得清楚 所以那種效果就差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 如果你做好了 直接把它按存檔 就可以幫你把這個 做完成的直接存下來 這樣很簡單嗎 這雲端的齁 所以 雖然不用任何軟體 我們也可以很快就把它做好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老師 您可以再玩看看喔